我們買瑤柱回來的時候,我們要注意每一粒瑤柱都有去過瑤柱枕 這一粒枕就很硬,你怎樣蒸它都是硬的 你要先把它拿出來,看到這塊枕 拿了這塊枕出來,先蒸瑤柱 通常我們會用水,將瑤柱浸過面 不可以太多水,剛剛浸過面就行了 如果太多水,會令瑤柱味淡了 不可以放得太密 我們要留少許虛位,讓它膨脹 因為蒸完後會變大粒 我今次用這個M size,需要蒸的時間要三小時 它才會完全夠軟,而且會膨脹得好些 你會覺得我蒸幾粒瑤柱用三小時會不會太久 有些方法可以令它時間短些 你先用一些冷水浸了瑤柱一晚 然後再用那些水去蒸它 因為你浸的時間已經令它軟了一點 它的時間就可以縮短到一小時 CHALS GIRLIN GIRLIN CHALS CHALS CHAL